下面我要在小程序里面去实现一个用户注册的功能 现在去添加一个可以接受注册用户请求的一个后端服务接口 这次我们会用类的形式去定义一个这样的接口 接口可以去做一个权限的控制 可以去把注册的用户放在应用的数据库里面存储起来 有了接口以后我们要先去准备一个注册用户用的页面 用户可以在上面去输入用户名、邮件地址 还有密码申请注册新的用户 输入的用户信息如果有问题的话 会在应用户上提醒用户哪里出了问题 注册成功以后会自动地让用户进入一个登录的状态 并且会跳转到用户的个人单位页面 显示用户相关的信息